各位Man Club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姜浩文 如果真的認真,《鐵探》是我第一部和TV合作的劇集 《鐵探》劇本的骨幹真是非常好 我拍了這麼久,我見過兩個劇本 我看了幾行字,我已經流眼了 一個風暴,接著就是《鐵探》 是一個挺悲壯的角色 一個演員遇到一個這麼好的劇本 已經是得心應付了 首先是紅姐,紅姐 還有之前我和她拍的電影,非常合拍 我最記得和紅姐拍一場對詞的電影 紅姐已經在車上說 看著吧,今天不是你暈,而是我暈 因為大家那天天氣熱不疾止 而且大家都接上一組是一個通宵班 所以那天是挺轟烈的 Bingo那天是很轟烈的 大家都知道拍電視劇是相當辛苦的 比起拍電視劇沒有那麼多服務 沒有茶水,沒有什麼都自己來 膽怒等 以前在ATV都過過這種生活 以前可能還更狠烈的 有時候兩個星期都沒有回到家 就是淚了在Lobby的梳化 或是在服裝間 或是在導演大房裡睡 等開工 這種生活已經是習慣 其實那時候也是這樣捱出來 有些這樣的經歷 現在應該不會太辛苦 很多觀眾朋友都覺得我現在已經高峰期了 如果在我來說 我覺得跟這個高峰期還差很遠 甚至乎剛剛在播出的觀眾 現在覺得口碑很好 演出得很好 我都覺得那件事 還有很多空間要再好一點 或者是很多事情自己要去反省 或者是有什麼改良 我都還有很多這些情況要去做 所以說是否捱出來 我是捱 但可能還未到終點 我可以告訴你 翠絲不是我的代表作 可以是我的演藝路上的一個 可以有一個印記 一個這麼重要的角色 如果真的要找我代表作 我現在還在想 希望會有更多觀眾 再接受我 或者製造人 再給我更多機會 我去嘗試更多的事情 我是我的 我看到好的角色 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 我會說這個角色 應該是可以做的 是呀 我真的看到好東西 我真的鬧水 我還開口 找那個導演 不如這樣吧 是否我做好一點 我會這樣做 事業最低風的時間 我出去 那時候很流行拍的電視電影 就遇到谷峰爺爺 我還跟谷峰爺爺說 谷峰爺爺 不如你有什麼好路數介紹一下我 他就說 他就說 帷峰爺爺爺爺 如果你真的對這行有興趣 喜歡的話 就不要走開了 真的要堅持 排隊也輪到你 這件事谷峰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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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在後面 哪怕你是要穩定的 你也要給自己一條路去等待 一定要堅持 不要放棄 我經常在網上都這樣說 我真的很興奮自己是一個意見 我會好好享受接下來的所有角色